大家好,我是國際超級房仲,李昌鵬 今年來越來越多人注意到好外房地產的發展和趨勢以及商機 雖然默默賺錢的人非常多 但常常還是會聽到一些糾紛和賠錢的狀況產生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以下今天的影片就讓國際超級房仲來告訴你 投資國外房地產之前你要注意的五大重點是什麼 第一點,長期持有 首先你必須要知道的第一道觀念 就是要長期持有的心理準備 很多人喜歡把台灣過去那一套短期投資的經驗 放在國外房地產身上 但其實各個國家早就針對這種投機行為有防堵措施了 更何況,房地產本來就是一個 依靠實踐來換取利潤的產品 假設你遇到一個不錯的短期投資機會 我也不建議去做 因為這當中必定有一些你無法掌控的高風險在裡面 第二點,當地購物習慣 投資好像不動產 你一定要投資當地人喜歡的產品 而不是你喜歡的產品 否則台灣房地產的成功經驗 可能會讓你產生滑田 比方說馬來西亞太小的房子可能不好租 曼谷太大的房子可能也不好租 在胡志明市 你一定要投資國外的大監商案件 在曼谷,你則必須要投資當地的大監商物件 而這個部分也是投資好在房地產裡面 最難熟悉最關鍵的部分 建議你一定要找專業的人員做下去 但到最後如果你還是不知道 再怎麼去挑選的話 建議你往金華區大監商的案件做挑選 這樣才是最安全的投資方式 第三點,你一定要做功課 中介獎的話通常你不會相信 我也不建議你全部相信 畢竟現在有很多的海外中介 不夠專業、不夠誠實 常常把獲利獎得太高、風險抱得太低 甚至很多還是瞎掰講故事給客戶聽的 以使經由做功課的方式來增加你的判斷能力 與事後的能力 才能讓你在未來遇到好的物件時 能夠快速下手購買 而不會因為沒有信心又害怕 導致你錯過一個可以讓你賺錢的房子 第四點,找專業又誠實的公司 我相信一家好的中介公司 絕對能夠幫你把投資的結果變得更好 不對的公司、不對的中介 只會讓你在購買之後問題越來越多而已 再加上未來交屋之後 你不可能親自去管理你在國外的房子 因此選擇有良好收入服的中介公司 更是投資國外房子在極為重要的一環 像是燕屋、交屋 以及之後的代出代本代售等等 但特別要注意的是 這些收入服務到底是他們質疑 還是外泡出去的 這個落差很大 第五點,一定要找中介洽談 當你做完的功課 了解了市場之後 下一步 你一定要親自找中介後面 討論你的投資計畫 把需求和預算告訴他們 這樣才能過濾出來 適合的國家以及建案給你 千萬不要認為聽了投資說明會之後 你能夠充分明白 因為說明會的時間很短 有一些細節是不會在說明會裡面說明的 也不要直接飛去當地直接看房子 因為你沒有在台灣聽過中介的介紹 沒有看過數據、沒有看過報告 這樣飛過去當地 你也看不懂這個建案的價值在哪邊 而上述這些都是很多在國外房地產已經有獲利的投資者 他們所分享出來的經驗 今天就分享給您參考看看 最後補充 不要成為一位佛系投資者 國外的房地產業界都知道 買房子只要能夠獲利 其實時機比地段更重要 而你也需要知道 其實世界上沒有一個百分之百上 能夠滿意的房地產投資標準 因此當你過去到最後 找到一個符合你期待的物件時 只要你有個七八成的把握就可以下手了 因為很多沒有在房地產獲利的民眾 他們都是花了太多的時間 在所謂的等緣分這件事情上面 導致房地產一天一天往上成長 自己一天一天不敢買 最後錯過了早點進展投資獲利等人 反正很多在房地產獲利的人 他們都是一開始沒有想太多 就買下去 百個五年四年之後的價格就上來了 也因此在房地產界 一直有一句這樣的經典名言 今天分享給您 那就是 房地產就是傻傻的買下去就對了 以上就是國際消息房仲 針對你要去投資國外房地產之前 所需要注意的五大重點做著分享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還有更多想找我恰選的部分 歡迎加入後面的LINE的帳號 最後千萬不要忘記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啦 字幕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我們下課稱